接下來請看趙培為我們帶來的微視頻 現在主持人 大家好 2019年3月3號 華為孟晚舟的律師發出聲明說 已經把加拿大的皇家騎警和邊境服務局的人 告到了加拿大的最高法院 理由是政府人員在抓捕孟晚舟的過程當中 侵犯了加拿大權力與自由信章賦予的人權 要我說啊 他就是想賴加拿大海關搜查過程當中有錯 可能是說沒有提勤通知就逮捕了他 那麼到了3月7號 華為宣布在美國控告美國政府的 《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當中 禁止林邦政府機構和其合作方使用華為服務和設備 違背了美國的憲法 美國林邦法院已經就這一案件 給美國政府司法部和司法部長發出了傳票 同時收到傳票的還有美國教育部長、勞工部長、 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長、農業部長等多位政府的部長 美國政府方面需要在收到這個傳票之後的60天內給出回應 否則會被默認敗訴 咱們今天把這兩個案件拿出來說啊 就是想告訴大家什麼叫做司法獨立 什麼叫做依法治國 什麼叫做人權 加拿大和美國已經把這種制度給展現得淋漓盡致 但是一個公民可以到法庭去狀告政府 這就是依法治國必須守法的那個叫做政府 不叫做人民 當然啊共產黨可能覺得我在罵他 我真沒罵你你真不配 我們今天啊就是想理清一個觀念 中共迫害百姓的時候 百姓去控告共產黨和元凶 這叫做支持依法治國 最典型的案例啊就是法輪功學員的蔣真相啊 控告江澤民等迫害中國人的兇手 這是人間正道 大家要多支持 當然了這兩個案子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案件 因為案子發生在美國和加拿大 這兩個地方有司法獨立 一切交給法官了 中共可能指望啊碰上個糊塗法官判個糊塗案 這個也不是咱們考慮的 我們重要的說的是人家的制度 這是美國加拿大百姓人的福氣 咱們推倒了共產黨也會擁有這個福氣的 咱們今天說的重點案件是華為在中國大陸的案子 大家知道啊2017年華為清理年齡在34歲以上的員工 60多名有著同樣遭遇的前華為員工 在微信上組了個群名為《局廠34家促進會》 他們向深圳市勞動仲裁部門進行投訴 誰想到啊這種投訴沒有任何效果不說 他們反而遭到了中共公安的抓捕 一名化名為林熙的前員工 在2018年聖誕節陪家人勤去泰國旅遊的時候 就在12月30號晚上8點被中共公安給抓走了 失蹤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被發現關押在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中共起初提供的這個刑事拘捕書的顯示的罪名是啊 侵害商業機密 林熙的律師說啊 林熙秉未參與伊朗禁止令的項目 那言外之意就是你說他洩露機密 他也得知道啊你華為幹的那些勾當啊 那麼中共接著就修改了這個指控 說林熙多年前被華為派駐摩納哥工作的時候 申報了丟失電腦 他這個申報是假的 而那台電腦價值一萬八千萬人民幣 那罪名就改成了詐騙罪 還可以隨時改罪名的 那麼根據切切消息是被抓的不止林熙一人 起碼還有一位張姓員工 對比看什麼叫依法治國 什麼叫司法獨立 孟晚舟是一個什麼樣的待遇 林熙是一個什麼樣的待遇 你共產黨的司法不光你黨能用來打人 華為作為一個企業一個商人也能用它來打人 我建議林熙的家人迅速到美國 撞告華為勾結共產黨一告一個準 那麼最後咱們就想問個問題 林熙是不是拿中國護照的中國人 咱們微視頻今天這期是不是就在愛中國人 那麼利用華為宣傳愛國的華人媒體 把我這個視頻轉一下 套用你們的話說不轉不是中國人 好 謝謝大家 今天的微視頻就到這裡 更多微視頻在新唐山網站